吃洋葱炒猪肝 吃猪肝肯定要吃的嫩一点 而且还不腥 好 现在看我操作 这是泥状的山芋粉 我们把它用水泡一点 最好是之前几个小时泡 然后沉淀了 再把水倒掉 然后再放点清水 再把它调开 再沉淀了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猪肝我们尽量切薄厚均匀一点 不然的话厚的没炒熟 薄的炒老了 改好的猪肝我们用清水 把它多清洗几遍 有的放面粉 有的放小苏打 我看没有那个必要 只要把它的血水洗出来就可以了 我觉得食无定位 喷无定法 食口者真 一切繁土贵真 我们是不是觉得回老家吃的菜 最好吃 我们来上浆先放点盐 再放点料酒 把它抓拌均匀 如果这个猪肝不是现炒的话 最好不要放盐 因为盐的渗腻力比较强 它真适合用于之前为比较丰富的 你让猪肉丝或者鸡肉或者牛肉的上浆 它越抓越连火 如果你要是抓猪肝 之前上浆的话 猪肝就是越抓越稀 像腰花也是这样 炒的时候反而会变老 好了我们开始制作 我们先来炒洋葱 有的说为什么要先炒洋葱 如果要是酒店的话 我们就是洋葱猪肝都一起去过油 但是我做的是家庭版的 家庭版的怎么可能用那么多油去过油呢 刚才放的是花椒油 我们再放入姜末 我们把猪肝进去给它炒散 这时候注意了火一定要大一点 而且油量要足一点 不要炒着炒着又去加油 一加油锅的温度就下去了 炒菜就讲究锅气 要一气合成 喷点料酒 注意了从锅边喷 锅的温度不会像降 而且猪肝吸收了料酒的香味 来点蚝油豆瓣酱和生抽 扁炒一下 再来点老抽上色 放入洋葱翻炒均匀 撒点胡椒粉 家庭版的洋葱炒猪肝出锅 来来来看看怎么样 这要是高碧小金饼整块